焦点带回台湾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呢 海基会上个礼拜举办了孤王会谈的20周年纪念茶会 马东奴来了 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也来了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也都来了 但是偏偏当年促成这个孤王会谈的前总统李登辉 还有当时的行政院长连战却反而连个邀请都没有收到 和李登辉以及连战亲近的人都对此表达不满 而对于这些质疑海基会复命处长马绍章 他昨天澄清是因为来宾太多了 怕老长官们在台下哭等别人发言 所以只邀请当年实际参与台判的人 以及海基会的老长官